第一次是商人 我觉得是一个昇华 就像一个不同的阶段 我对于浪漫的定义 就是小惊喜 我觉得要 可能不是大致大致 或者是普通日子 突然之间买些花 或者是突然之间有些小礼物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每一个人 或者是跟她的另一半相处 或者或者是有自己的模式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模式就很自然 来 给我五个 耶 然后呢就是 她也是一种很有默契的行为 我们是搞笑走多一点的 我们应该可以说是朋友里面的开心果 打打骂骂 然后搞搞少少 我们两个是比较 不是那些很浪漫 很甜 就是搞笑 是那种 我玻璃心要碎了 你看 最浪漫的是 来 你先说 最浪漫的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我对于食物一开始是没有追求的 但是呢 跟大达在一起之后 就是我们两个很喜欢去探一些小店 在比如上海 或者当我们每次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出差也好 或者在这个日常生活也好 都会去搞一些这种很小的巷子里面的酒箱小店 然后呢去探店 去尝尝美食 这是我们两个自己里面一个浪漫的共同爱好 我就是最近就要做我的牛面 跟着我的面包店 和我的潮牌 对了 那这些就是新动向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我的潮牌发布 我呢 最近呢 因为有一个新的电影要上了 在这里呢 要 《不速来客》 是一个犯罪喜剧片 我希望可以 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活 是不是 一哈 是 一哈 一哈 又 一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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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